大家好,我是三喵鞋肥菊,桃桃上岗 那么今儿讲这话题只是一个纯粹的军事外行 对于导弹技术做的一点点小小的讲解 不要联想,不要联想,不要联想 我们知道导弹这个东西 它是屁股上着火冒烟 然后推动弹体往前飞 那么以具体来讲 这个屁股上着火冒烟 可以分为液体推进跟固体推进 那么这两者是各有迁就 那么最早冒出来的这个叫液体推进 那么顾名思义就是导弹 它这个屁股冒烟 这种往后的这种整个的这种推力 是由氧化剂和还原剂碰在一起 然后形成猛烈的这种爆炸 然后向后推出 然后形成的 那么最早的时候是这个俄国的这个齐奥尔科夫斯基 这个我之前聊过他的这个火箭的这个方程 那么他是设想出来了一个这种 液体推进的这种导弹或者火箭 不能叫导弹,只能叫火箭 1926年的时候 这个美国人戈达德 那么就把这样的一个东西给变成了现实 他用的这个推进机是什么呢 汽油加上这样的液氧这样的一个推进机 液氧这样的一个东西是非常非常难以储存的 那么这个东西整个的这个火箭 飞了大概几十米 几十米远 十几米高 整个的这个距离还不如现在一个这个海基炮弹飞的距离 但是这个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的这种液体火箭形式 那么到了二战的时候 这个纳粹德国他研发出来的两种导弹 一种叫V1导弹 V1导弹长得就跟一架小飞机似的 他用的是这种冲压发动机 注意看这种冲压发动机 它是这个前面要进气的 前面要进气 然后喷出来 这个不能算是这种火箭发动机 而真正用到火箭发动机的是什么呢 是V2 这个V2用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液体燃料 比如说这个煤油 跟这个发炎硝酸这样的一些东西 一个是氧化剂 一个是还原剂 你只要找到一个强氧化剂 一个强还原剂 那么它的一个最主要的核心部件 是一个燃料泵 为什么要有一个燃料泵呢 因为整个这个导弹在飞行的时候 它需要源源不断的把这个氧化剂 跟这个还原剂给抽出来 然后放在这个燃烧室里面去混合 那么仅仅依靠这种重力 去把它给抽出来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燃料泵 那么燃料泵是这种火箭 它这个往后喷射的这个燃气 有一部分会倒回来 驱动一个涡轮旋转 然后这个燃料泵 就可以把这个氧化剂和还原剂 给抽出来 整个的这个火箭发动机里面 最精密的这个部件 就是燃料泵 那么如果你去那个伦敦 那个帝国战争博物馆 它那里面有一枚这个V2导弹 它是整个这部分给剖开展示 能看得非常非常的这个清楚 当然了这个燃料泵 你得各种各样的耐高温 耐撞击 耐腐蚀 这个要求非常非常的这种高 纳粹德国它当时是这种燃料短 这个原料短缺 但是当你原料不短缺 你可以从容的生产 这种燃料泵的时候 你就要考虑 那么现在一般用的是这种金属来 那么与此同时呢 这个导弹或者火箭 我用什么样的氧化剂 或者还原剂呢 那么当然液氢液氧 这个氢气的这个燃烧 它的这个放出的热量 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这个好不好啊 当然好 但是液氢 它的这个储存 整个这些东西 远远没有达到商业化的这种程度 所以说这个一般用的就是 P2夹井加上这个煤油 或者P2夹井加上发烟消酸 P2夹井是一种 能够遇到氧化剂之后 非常非常剧烈的这种反应 放射这种物质 理论上讲 在这种接近常温的这种情况下 P2夹井是能够进行操作 但是这个东西它首先很危险 易燃易爆 然后剧毒有腐蚀性 所以啊 这个液体导弹会带来一个问题 什么呢 就是我在发射之前啊 如果我长时间的在这个 比如说整个的燃料罐里面 去夹住了这种燃料的话 这种燃料就有可能把这个燃料罐给腐蚀掉 所以说液体的这种火箭跟导弹在发射之前才会夹住燃料 而且一旦夹住燃料 这个就必须发射 这个当然是极大程度的限制了它的这种使用啊 那么夹住燃料也是有讲究的 首先呢 这个先是小量的夹住 让整个整个的这个燃料罐 这所有所有的这些东西的温度压力达到一个准确的一个值啊 合适的一个值 然后大量的夹住 夹住完以后 最后在发射之前还要再补住一点点 这样去弥补一点蒸发的损失 这样夹住完之后 这就必须发射了 那么还有一点啊 液体火箭啊 因为整个所有的火箭或者导弹 它是考虑到飞行的这个东西 尽可能的要轻嘛 那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不加这种燃料的话 那么就它是很轻很轻的 如果加了燃料之后 可能你下边的竖起来 就会出现很大很大的结构 硬力故障 甚至你不加燃料的话 有之前的那种报道 说这种外界的大气压会把它给压扁 那这个时候就需要在里面注入一种 这个能够对抗外界压力的东西 但是绝对不能是水 有人说这个液体导弹火箭 我在这个平时的时候 加水行不行 绝对绝对的不可以啊 那么加水之后 这种水会极大极大的影响 这种燃料的这种表现 你别说这种火箭发动机 就那种内燃机 这个里面汽油里面 掺水就打不着火 那么何况是这种东西呢 那么液体导弹推进 它的这个优点在于什么呢 首先它的这个推力非常非常的巨大 第二 比较能够精确的控制 还有一点 对于那种穷国来说 这种液体推进是比较容易掌握的 所以你看朝鲜搞的那么多 都是这种液体导弹推进机 但是缺点也讲了 它可能会爆炸 那历史上很著名的一次 苏联的聂杰林的灾难 回头我要专门做一期节目 去讲到这件事情啊 那么当然对于一些其他的这个穷国小国 不讲究这些了嘛 那么有这些缺点 就有这种固体推进机 你像这个战斗机的空对空导弹 很多啊 全部都是这种固体推进 它的好处在于什么 哎 我这个药柱啊 其实就跟咱们放的穿天猴一样 这个药柱 它就这么放着 我一储存啊 那么缺点在于什么 第一 整个的推力就比这个液体的要小很多 第二 不容易精确控制 而且在燃烧的时候 它的质心是不断不断改变的 那这个时候 它的运动轨迹就会遇到 很大很大的麻烦 那这个穿天猴背后 是绑着一根竹竿去平衡它 但是你在整个设计这种导弹的时候 要想办法考虑到质心的影响 而且整个的药柱 你到底是从中间点燃的时候 你到底是怎么点燃 有的时候药柱中间 给设计成这样的一种空隙 这样的话 它的这个点燃时间 就比较的这个推力 就能够比较的均匀 这个是固体火箭设计的一个难点 当然了这个火药 固体火药它的配方是什么 各个大国都是严格保密的 包括这种火药 要在这种平常的储存条件下 要绝对绝对的安全 这个我之前看过一些短视频 说是什么大国工匠 这种火药塑形师 非常非常的危险 这个一刀下去搞不好 人就没了 那我就在想 这个惰性环境下储存 这种事情到底是不是应该 当然也可能是大国 它有它自己的这种考量 那么总之了 这个导弹 如果这个固体推进的话 这是一个整个的发展趋势 但是这个运载火箭 因为不太需要考虑这种 平时储存的这种问题 所以尽可能还都是这种液体推进的 这样的一种策略 但是液体推进 绝不意味着往这里面加水 不行 今儿这个话题 咱们就聊这么多 只是讲一些导弹的小小常识 不要联想 不要联想 那我们就聊这么多 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 点亮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